這個月職工盟不斷受到官方媒體的攻擊 民陣 教協 支聯會 甚至石牆花等等的事 放在我們面前 其實我們已經很有心理準備 在這樣的新形勢底下 職工盟可能再沒有生存 空間 最近這兩個星期 我們有成員陸續收到更多的訊息 我們感受到 如果繼續運作職工盟 可能會令到成員面對人身安全的威脅 嗎 對不起 時間 我們每次都會再次進入 了解說的 所以我們你不會在 proceed 自然的運作 就可以了解說 我們應該不斷的 我們應該是一個個關目的 永久的確報告 這堂的確報告 可以接анд 你對付一個月來的確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